一走下C要三棟 立法院副院長江啟成 跟藍白立委們 跟駐守在太平島的官兵們 一一致意 太平島天氣很好 委員們的心情 絲毫也不受前一天 立院表決大戰影響 畢竟為了國會改革法案闖關 這一趟太平島考察 原定是在17號的下午 要先出發屏東 緊急改成18號凌晨 從松址部出發 原本有大約20位立委報名 經過一晚的激烈攻防 除了江啟成 馬文君等9位欄委 跟民眾黨立委成招姿 一共10人出席 在距離台灣本島 1600公里以外 捍衛著我們的領土 守護著南潭 在台灣絕對全力支持大家 所以各位不用感到孤單 需要我們跑腿的 請盡量恢復 不需要用郵局劑 直接發LINE 一行人大約在上午10點半抵達 聽取簡報適到戰備操演 接著到興建碼頭視察 用餐之後再到島上的觀音堂祈福 下午1點搭機返台 江啟成也特地寫了明信片 給準總統賴清德 希望他在就職典禮上公開宣示 南台主權捍衛太平島領土 安排這樣的行程真的非常不容易 在最近的一次已經是八年前了 我們也正式的希望向外界宣示 我們捍衛主權的決心 太平島不是不能去 我們應該負責任的選擇最適當的方式 適當的時間來進行 這個時候去南海 對台灣毫無注意 畢竟在前往太平島之前 又爭獲了18架次的共機 其中靠近澎湖的僅42海里 在表決大戰之後 藍營堅持登島 從原本的兩天一夜 改成幾小時快閃 如願登島也引發藍綠攻防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郭賺 ガス 突然上 可 勇